反手建仓 来到中卫财经年事的时间 来到星期五 有郭sir坐镇 你一坐镇,市又继续向上 我们看到连续几天都跌不下 但是星期一,下星期一 我们有假期 星期二回来 应该是内地应该会服市 一起服市 整个十月份 我们都要循例问一问 会不会十月会有股灾发生呢 或者下星期二回来服市 内地服市会如何影响港股呢 范考 我觉得八七年是一个股灾 因为当时很多成因 这段时间不多我不说了 去到1997年 这么巧就出现了一个亚洲金融风暴 到2008年更加不用说了 金融开笑了 大家知道了 好了 今年,19年 如果你说市反复不明呢 我认同的 但是你说香港股市会不会有股灾 股灾的定义是什么呢 突然间有些事不发生 令到你走避不及 而且跌幅在说是几千点的 两三千点不算股灾 起码四五千点了 问题就是现在有些什么事情 可以触发到股市出现几千点的下跌呢 其实有很多因素 先说中美贸易事件 你和我都已经知道了 10月10日就开会谈 断股都不会有什么好公布 或者在特朗普被火烧后拉之下 因为被人抬罚了 某程度上来说 在这方面可能态度会略为软化 但即使是这样 整份协议出现几千点 满足到市场的要求 或者满足到市场的需要 我觉得这个机会很明显的 好了 既然这件事不是的 那香港局势又怎样呢 社会事件其实来说 大家都知道了 一直在绕阳几个月了 对经济是有影响的 政治和其他方面我们不要去讲 我们先讲经济线 市面一定受影响 营商环境转叉了 这些是你和我都知道的 但是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你很多上市公司的业务 不在香港的 内地公务股在香港做生意吗 内房在香港做生意吗 内银在香港做生意吗 内险在香港做生意吗 其实有很多的业务 上市公司的业务 根本不是在香港 包括腾讯亦都完善 变成了香港是局势很乱 大家都觉得营商环境很差 做生意很差 报道又没有生意 但是不是等同上市公司的业务 会受损的 是零售业会受损 餐饮会受损 酒店会受损 但是这个是局限于 香港本土经济相关的业务会受损 你其他那些根本上不关事 出口去美国的创科那些 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的 换句话来说 股市的下跌 我们都要看主要的蓝丑 包括腾讯 平保 中行公行建行 汇控 邮邦 这些公司 它的业务有很多 包括941都如是 不在香港的 换句话来说 不要只是看香港的经济放慢 甚至乎香港的企业盈利倒退 股市一定跌 没有相关的 没有关联的 可能一个情况就是 香港持续不明 但是只要有一些概念 有一些资金 集中在某个板块做一个追捧的话 你的股市还你的股市跌 去横去升 例如内地的物业管理股 就是这样 不少已经创了高位 内需的板块 你看看李宁 你看看安打 根本上一直在一年的高位坐 所以不要用传统的智慧去看股市 如果你说个别股份是怎样情况呢 对零售业来说已经就是股灾 对酒店业来说已经就是股灾 对餐饮业来说可能已经报入股灾了 但是对很多很多其他行业来说有什么关系 所以问到我12月是否有股灾呢 我是持有很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就算一部分股份下跌 不是代表整个股市一起跌 因为有不少股份的业务 仍然处于一个高增长期的 其中一个好像内地的公路股 收益很稳定的 你的股市升多少跌多少都不关他事的 那怎么会有股灾呢 所以看看股市发生什么事了 10月第一个交易天 美股跌了343点 第二个交易天再跌了494点 那香港又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市场反而表现不差 原因刚才我已经说了 因为香港经济不明也好 其实上市公司的业务 如果收入不是来自香港 或者主要靠香港的话 它根本上是不受影响的 好了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以指数现在这一分钟跌28点 但是12月份的市 暂时出现了一个先低后高的形态 指数是由2号的低位25778 升到3号的高位26192 即是两天之内 指数暂时的波幅有414点 首先第一 一个月的高低位 是绝对绝对没有可能 在两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即是说后续的指数 只要你不再低过25778点 在月中之前 更加高的指数应该还在后面 第二 414点波幅 怎可能满足到整个月的要求 我就当你1000点了好不好 其实1000点也是小的 参考过去三个月 7月份的市 全个月高低的波幅 13006点是下跌的 8月份全个月的高低波幅 2855点是下跌的 9月份全个月的波幅 有1868点是上升的 即是今个月如果你有1200到1500点 波幅就不为过 既然是这样的话 就算了 如果指数暂时不再低过25778点 这个是10月2号的低位 有1000点的波幅 有1200点的波幅 你用计数机一计就算得到 最低限度指数 是有机会回到10、20和50天线流上 代表市仍然还是整固不前 或者反复不明的意思 暂时来说看不到很有脱底式的下跌 第二就是说 如果你说整个大市 在月中之前 仍然在整固区域走 那就要看后续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到现在这刻 你要把市场撞下去 其实也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 首先来说 今年有三个低位 第一个低位就是1月3日的24896 第二个低位就是8月15日的24899 第三个低位就是9月3日的25498点 连上今次的低位 二号的低位25778 即是说在24896到25778点这个区间里面 分别出现了四个低位 但有个情形就是说 1月3日在这里 到8月15日高一点 到9月3日又再高一点 到10月2日又再高一点 大家有没有发觉到 今年以来这四个低位是慢慢慢慢向上走的 没什么代表的 只不过代表 那个市的沽压 或者不计价的沽压的情况 不是想象中那么差 是有沽压的 不过不是大得那么重要 唯独是一个情况我想提出来的 包括我自己都觉得 现在这分钟都不是那么容易去明白 就是今年的市直到这一刻 都仍然是由1月3日的24896 升到4月15日的高位3280点 即是今年的波幅 暂时来说有5384点 大家觉不觉得这里有问题呢 好像去年那样 去年的股市是由1月29日的33484 跌到10月30日的24540 去年的市是跌了8944点 波幅 到2017年才对 2017年的市是由21883 升到30119点 全年的波幅是升了8316点 2016年是由18278 升到24364 全年的波幅是升了6086点 我想强调一件事 今年的波幅只有5384点 是小的 如果今年的波幅 我就当你有6000 6500或者7000点波幅了 那你事必不穿头 就一定是破脚的了 由这个角度来看 那你穿头容不容易呢 最低限度现在的指数 暂时来说 是走在12、15、18、250天线之下 你想穿头 你这么容易啊 3280点 你穿给我看 不行了 那不穿头就事必一定是破脚的了 那脚是24896 一旦穿了 如果全年的波幅有6000点 6500点 你一减下去就已经知道了 一高位是3280 那情况是什么时候出来呢 如果10月中之前不来的话 那就是整个10月份 我不管你怎样都好 都是反复等便 那就等到11月份了 因为第二季呢 香港专制是负增长 第三季都是负增 第三季都是负增 第三季我看都是负增长 第四季也不见得了 两例 虽然很多企业呢 它的盈利不是来自香港 但是问题 人心如果是偏淡的话 你的股值会低跌 就是藏和旺的时间 你业务我比较30倍 40倍市盈率 好像腾讯那样 现在我比较的市盈率是多少呢 比较市盈率是30倍 预测市盈率是30倍 我们高峰市盈率是多少呢 50多倍的 维他奶是70倍市盈率 我都给了出来 现在给了多少呢 即是市场气氛保守 大家在部署那方面 第一不会太过进取 包括我座内 我都叫大家暂时忍忍等等 一个忍忍等等 当然没问题了 大部分人忍忍等等 先说这个市场怎么退 好像上个月 指数去到27,366点 创了10月份的高位 但当我成交今晚只有576亿 这个就是少少隐忧 即是市要走上去的时间 资金入市的态度是却暴 没有动力 反过来 你等下收入,是心不舒服的 即是说你拿来拿去都不升 你拿得少当然没关系 倉如果他们真是比较重的 在心不舒服之下 会减绑的 会沽的 到其次就不关基本因素的人事了 即是在一个形态 比较偏弱之下 人心一搏弱 可能新日轮的零碎沽 又会再出马 那就会触发到大市 是准的无事低位 唯独这一点就有少少隐忧 所以直到這一分鐘 我都覺得大市仍在整顧反覆不明 但是向上走的 我預計不到太多的幅度 所以唯有暫時採取一個觀望的態度 等等 是的 其實市場今早早 雖然是開始初短 比較反覆的 現在都是跌幾十點 現在是大概26,000點的邊緣 我們都要留意外維也有些因素 譬如說美歐方面會不會有貿易戰的影響 或者我們下星期一會放假 可能今天的市場會比較平靜一點也不一定 現在都在爭持著 沒有太明顯的放假 沒有的 范考 你們不覺得特朗普現在的火頭到處都辣了 到處都很頭癢 就是俊利亞那邊又落了 到處都是 沒有哪裏不點火 點火點得很厲害 連去後欄又被人點了火 對 他自己都在面對著 他自己都在面對著問題 我始終是覺得 一個美國這麼強大 經濟這麼強大 軍事這麼強大的國家 一個領袖 一個總統 如果視野是闊的 氣量是夠的 其實他這個一哥很容易做的 真是很容易做的 但是反過來來說 氣量又不夠 別人走得太快他又不喜歡 走得太好又不喜歡 比他更厲害又不喜歡 賺錢多過他又不喜歡 總是要什麼都要自己第一 首先有一件事大家不知道是否認同意 他自明是世界大佬 那些人都要稱他為大佬 你要大佬要什麼呢 你要大佬要有大佬的風化 你要照顧小的 喝茶吃飯是否有大吃大的 當然啦 就去啦 很簡單的 所以自治國常常都給錢請吃飯 我不是太大 他們整班吃飯我都是多 我一定是我請的 我不讓他們請的 不想他們破費 不是說大佬不大佬的問題 而是說 你作為一個世界最強的經濟國 如果你在意識形態之下 你覺得自己是世界警察 你每個人都要聽我說的 打 但是你要某程度上說 你都有一個風範出來的 你又不肯給人家利益 還要在人家身上拿利益 你又要做大哥又要做最大的那個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好像中美貿易事件一樣 其實從頭到尾都會點著出來的 他又跟別人說 中國需要給1000億的關稅 對我們的庫房會有很大的收益 其實這條數完全不是這樣計 很簡單一個道理 你跟美國做生意 你賺的是7到8%的毛利 做完這件生意 你要補貼25%的毛利 你會不會做這件生意呢 你一定不會做 你不會做的話 老老實實 中國怎樣可能給到25%的關稅給你 這麼簡單的問題而已 但問題是美國一個消費國 一年的GDP是20萬億美金 70%來自內部消費 沒有消費經濟就不能增長 為了維持經濟增長當然要消費 有消費的你就一定要有貨品的消費 所以入口商 10%的關稅照樣入口 20%的關稅都要入口的了 那誰給呢 消費者給了 頭10%的關稅就不關消費者的事的 因為人民幣都貶了7到8% 入口商就賺少1% 出口商就賺少1% 那4466拆掉它 誰不知呢 拆掉了特朗普 覺得原來這麼容易搞的 25%了這樣 25%的數字就不是這樣計的了 難道人民幣貶25%給你 沒有可能的事的嘛 德串就不要進帳 他不是盡邪 他要進帳 現在這一分鐘呢 怎麼埋冷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就認為呢 去到最後拿不到太多的好處 中國也不會虧蝕太多的 因為利益始終來說呢 大家都是共享的 美國這麼多年經濟能夠穩定增長 而處於一個比較低的通脹之下呢 只有一個條件 就是所有用的東西全部都是便宜的 入口的東西全部便宜 那誰給你呢 就是中國給你 那你不用中國貨 用別的貨可以嗎 可以 第一 價錢貴很多 第二 沒這樣的量 因為全世界最大的工廠就是中國 你其他地方根本上 無論你怎樣生產到 是滿足不了你市場的需要 美國的市場的需要 所以呢 其實呢 整件所謂的貿易糾紛 由開始到現在這一分鐘呢 我自己覺得呢 很多東西都看不通的 真的看不通 至於說 我們賣這麼多東西給你 賺了錢 我們中國賣的東西給你 是很便宜的 那你的量大我當然是賺到你錢 我不賺你錢我為何賣東西給你 你進去餐廳吃飯難道你不給錢 你吃完飯之後 老闆還要多謝你 這樣送1000元給你 這個世界哪有這麼好處的時間 我們呢 恒指 現在升升跌跌 現在跌了二十多點 二萬六千點的流上 不如我和你倒下異動股 好嗎 超級多的問題 不過我也要先咬位 首先 問一下環能新能源 九五八 今早撲派之後 股價是秋升的 現在升近一成 曾經升成成幾 因為它沒有公司提出私有化建議 以每股三個一毫七 收購其他H股股的股份 作價比起停牌錢 有日價一成八 花旗認為這個作價比他們原先預測的高一點 建議投資者接受 以及預期股價上升接近私有化作價 這個不用他說了 我懂得說 今早股價曾經高位多少 3.01元 都很接近 3.17元的私有化作價價錢 其實這隻是沒什麼人買的 萬一買了 或者 因為還有少許水位 還有一毫多紙 值不值得現在再買來 享有私有化作價 即日價在那裡 我覺得不好 不薄了吧 不好 第一件事 它的私有化是三個多 3.17元 3.17元 沒錯 現在還有2毫 但是不應該薄的 如果你有手貨在 我想收集你的一毫七紙 我等到你的私有化 那個3.17元 就沒有後飛 但是問題你也要有一個情況 就是整個私有化是過到投票的 如果你過不了也不行的 我舉個例子 1133 哈爾濱 他有個私有化 就是過不了 過不了怎樣 就由4個多 現在跌到2元 如果你當時我3個多 4元左右 我駁斥私有化成功的 不要緊 我買些放在那裡 對不起 私有化不夠票 過不了 過不了 就當時整個私有化建議取消無效 那你4元買的那些就坐在那裡 但跟明不明白 換句話來講 你凡是任何股份都好 沒有公司如果出過私有化 你都要有一個最生氣的結局 就是大部份小股東搶成 是通過了 那你的私有化才有效的嘛 如果你說差一點 你數票數不夠通過不了 那私有化建議就無效的了 那一旦無效的話 那如果你說 現在這一分鐘2.9元買下來 你賺了一點點 又不是有太多的直駁 那一陣子不行的時間 他估計會反正跌到2元的 那我當然不跌不過了 反過來我拿著貨的 我都不等你賣到尾的了 要不可以的 我就多賺你一元多兩毛錢 不可以的我就少賺一元 那你說你賺不賺 我不賺了 我寧願賺少兩毛錢 我現在賣掉了 你將資金賣其他股份 沒什麼所謂 私有化也好 收購也好 大家要謹記 一定是需要通過最低的法定票數 才有效的 如果沒有效的話 那個協議一旦取消了 股價就打匯原形不單止 到跌都還可以 大家留意一下 另外一隻異動股 要問一下順達生物 今早早開市初段 它是成交量最大的股份 有配股上版 這隻是B股 其實它上市之後的成績相當理想 它當時上市之後 14元 曾經炒到上31元 現在也不是回得多 一路可以橫行 它有一個配股 其實它上市不夠一年 已經又再以先隔後薪方式 就是配股 配股價介乎24.3至25.35 集資20多億 23、24億 有90日禁售期 昨天的股價也升5% 今早開市 守得著配股價 現在只是跌了3.7% 現在它的業績 因為B股的關係 它上半年的收入 雖然按年升77倍 收入是3.5億人民幣 但期內的虧損 由5,700多萬 擴大到7.1億 但這隻其實很多人都喜歡 但之前沒有太大表現 現在可不可以趁它 有個配股 可能憧憬它 未來一段時間 都不需要再伸手拿錢 如果今天回了一點 是否一個低級的時機 這樣說法 整個月都是23.05元 到26.5元 即是在2、3元之內走來走去 一般情況之下 一隻股份 它在這樣的環境氣候 配完股之後不動 最終一定是單邊的 單邊的意思就是 因為股價反向28、29、30 如果不是的話 股票一定是下回23元 或者以下的 既然配售了這筆股份 有90天的禁售期 即是說 給錢買的人 那些人就不是等壇之輩 我給錢這麼多錢 來買你的股票 還要三個月不可以沽 老老實實 不是說你看好看淡 你當然看好了 不看好你不會要這首貨了 要說你有足夠的能力才可以的 你沒有足夠的能力 那麼買一萬股 你還要做孖展的 擺三個月 擺三個小時你都爛熬了 是不是 所以理論上來說 一定有幾住資金的了 憑我的經驗說 它拿了這首貨 是必一定早前已經有些部署了 在市場上賣了一點點了 接著在期間來說 讓你消化之後 慢慢慢慢再推升上去 即是說有第三住資金在這裏 然後去到後期 股價我不管你二十八三十三十多元 收貨解禁了 賣不賣 那一分鐘就算了 即是說有三套資金 第一套早前做了部署 第二套現在就是配售給你錢 第三套就是後續 慢慢慢慢維持維穩的秩序 既然有三套資金擺在這裏的話 理論上要明顯下跌的機會不是這麼大 所以踏順風車是踏得過 只不過暫時來看看二十六個半 是一個月的高位 過不了都是咬下咬下而已 不過始終來說 我看突破的機會是高一點 謝謝國術解答問題 於是現在就輪到我們朋友的問題 CAM CAM問 美團現在買不買一個 美團我們都經常談的 這陣子真的非常強勢 今天又再破頂 84.25個高位 升上百分之二 這陣子的走勢遠遠跑贏任何的指數 或者很多類股份 是這樣破頂 有人猜它100元 行不行 大數據 但現在這一分鐘 我覺得就有少少閒快了 因為是沒錯 數據是很值錢的 你好像平安好醫生都是大數據 將來你看著騰訊 一樣是玩大數據的 換句話來講 股市是會反覆 你說會跌太多 我看到未必會 因為有些資金已經先進一步了 問題就是 你現在以84元的左銀水平再買下去 看100元 這樣說吧 40元是一年的低位 40元兩毛半 一年以來已經升了一倍了 就算一個月的低位69個8倍 我就當你70元 70元 好嗎 到現在84已經20%了 不是說不會再上 而是說我們一定要兩手準備 第一 它直到現在這分鐘 純粹都是大數據 是掏上數據而已 而且資金是好用的 有個情況就是 因為大環境不是那麼好 變成資金是高度集中在某幾個板塊上 令到某幾個板塊股價的表現 是會優於大事不單止 而且會升多了 那一旦 有一點點回頭出來的話 其實那個風險大家都要計算 因為價不是低的 都還是80多元 那可以 可以 你要看100元的 先打個九戰 先看90元 過到90元 就點兒子上樓梯 逐步看 風險管理我都要做的 因為80多元買 老實實 不是叫低價來的 一年的高位來的 你升幾元我當然開心 你跌幾元的時間我就閉毅了 那我就賺了你 6元好 8元好 10元好 我承擔風險 就4元 4元 萬一不對 8元跌穿80元的 我就和你拜拜 好 那長線行不行 因為CAMCAM想看長線 長線的話 就分轉慢慢買 可以 沒有問題的 任何個部署 你380元買騰訊都可以的 因為它可以上到400元 400元上420元 但是你不可以用 現在這一分鐘 以一百股一手的 我不知道你想買多少 當你想買一千的 一千不少錢的 都百萬四的 那你先買兩百先 先守住門口 守住門口 萬一買完兩百股一跌 真的跌到80元 不要走 因為你是長線的 等定了 定下來 七十多元有機會再買的 又再買多兩百 短炒和中線的策略 是完全不同的 中線呢 你一定要把自己 放在比較安全的位置 先行呢 就清停點水 點對了 你都不要急 真的不要急 然後呢 看個勢來 慢慢慢慢去做 萬一個勢逆轉的話 也都不需要擔心 因為你有中線的 肆必一定是分住 要分住的 你就預計了 那個幅度去反覆的了 那有什麼好害怕的 但是短線的 我不明白我賺你百元十元的 老老實實 我不對板 我輸四元給你 就算了 大家做法不同的 是 講得很清楚 長短線都有不同的策略 另外 有位朋友 問到939 其實是很常知的 939這一陣子 好像對上兩次問你的時候 它是比較弱一點的 但是現在好像沒有跌下去 好像去到穿了六元之後 就不要說離開六元很遠 那是否六元是一個比較穩陣的 一個水平我們可以參考呢 的確是可以這樣說的 因為第一 它的息率有超過五零幾 還有市益率還是低 但是大家同時要留意 健康在恒指成份 第四大佔的比重有8.05% 如果一部分的資金 它是想維穩 希望大市維持在某個區間裏面 又不要跌得太多 那內銀股的幅度是不會多的 我記得上次做節目的時間 有位觀眾朋友好像不知道 5.9或6元買 當時我就說 6.2元到6.3元左右 看到那個高位就離開了 因為事實上那個分鐘 我也都看得不是說太過好 因為市指用來講都是上落市 如果後續的市 仍然有機會反覆再試一試低位的話 作為恒指成份股其中一隻的健康 沒有可能獨成其身的 不過來到現在這分鐘 短炒就不適宜了 老老實實 短炒你買內銀股 你不能炒幾個才上落這樣 真是幅度不大 好的地方就是 就算買錯了 你都不會輸得多 公就未必得 因為大市不明 但是退你絕對可以守 有超過五零的股息 這樣說法 不介意它仍然都在雜幅上整固的話 作中線的部署 資金比如50萬 你分開四柱或者五柱 每一柱當中有清停點水 買少許建行的 我沒有反對 我完全不反對 好 明白 建行其實暫時都好像會穩 好 另外我們有位朋友問到27號 Ian Morrison說 開定莫布普利茶等我們 為甚麼 我沒有粉飲 為甚麼 因為它已經很上 你那邊看不到 他說沒有 一邊搭著茶 一邊看我們的節目 多謝 多謝 另外Rion問到27號 27號銀魚買不可以買的 我們看到有些數據顯示 10月頭兩天 黃金組開始之後 人流是不錯 但是也有些營運商 做賭場那邊的消息 就是雖然人流不錯 酒店都近乎滿 但是貴賓廳的生意 就比想像之中差 他就想問 27號現在買不買一個 如果我們純粹駁一下短線 整個黃金周現在還未完 現在星期五 到下星期二才上班 有沒有駁一下直播空間是怎樣 細幅度有 太多沒有 是嗎 中美貿易事件在繞揚 做生意的那些頭痛 香港的社會事件一直在繞揚 同樣是令到一些人的心情 是比較忐忌 那你去澳門旅遊也好 博士也好 你真是看心情的 你沒有心情的話 請你都未必上去 所以我不覺得 現在炒了這個十一黃金周 是可以下手著墨 做一些部署 要做的應該是 九月底已經要做的了 不是現在這一分鐘做的 黃金周都快結束了 你做什麼 現在你說四十幾元買的 我看好博彩業務的前景的 你都只能夠輕輕分開來買 不過老實講 一千股四十九元 一千股差不多要五萬元 你要看看自己的持貨能耐 到底足不足夠 很多時候在釋放不明之下 我們的心態會比較保守一點點 投機性的慘壞就當然沒有問題 一個月的低位47.6毫半 我49.8毫半 走上51.2我就走了 輸兩元給你我就離場了 這個短炒就沒有什麼所謂 但如果中線部署的 就要先看看 另外剛才的朋友說 就飲回普里茶 普里茶我就沒有了 那啤一啤它又行不行呢 今個星期上市 百威OK 交到功課 27元上市 然後今天又再破頂 30元兩毫半 這位朋友就問 想現價入場線 看多少呢 以及現在現價買得不可以呢 破頂買 我們要用來比較 青島和華潤啤酒 毛利分別是35%和37% 百威的毛利是超過50%的 上一層去 要來IPO的時間 想起取消了 這次就瘦了身 再來 反應真的不差 還有還有一件事 直至到現在這分鐘 如果你是中得回來的 當你一手 贏就贏得不是很多 但是都是開心的一件事情 問題就是 這個啤酒 這類消費品的市場是怎樣呢 簡單說 你看球好看馬好 贏球那個開心 整班朋友就喝啤酒 輸的 你一樣喝啤酒 一路看一路罵 但是你一直看一路都是喝啤酒 換句話 冬天、夏天、秋天 不管什麼季節都好 啤酒的銷量基本上 是不會怎麼改變的 喜歡喝啤酒的人 也是有個特性 他寧願省其他錢 他都不會省喝啤酒的錢 所以那個銷情 其實我是不擔心的 至於股價的表現 其實27元上市到現在 已經10%有多了 如果你說你是中線 中線部署無所謂 一百股一手 就算你現在30元也好 我都建議是買 因為他現在這一分鐘 升了10%上來 但問題就是 他的業務的前景 終期後續的前景 他仍然都一直不斷增長 還有毛利都保持到50% 那有什麼問題呢 等同我用個比喻 300元買騰訊 和320元買騰訊 有沒有分別呢 都沒有分別 因為後續升了四百多元 大家都是賺錢 只不過你遲些買的 你就賺少一點 最重要都是賺 如果是擔心股價反覆的 我當你上賣2千 來計算吧 現在這一分鐘30元 才賣300先 400都沒有相關 放在那裡 大行早前有個目標價 看到34元 我在第一天上市的時候 我都推介過 我的目標價看31元 其實都差不多到的了 我可能要將目標價 稍微上移 這樣就回到大行 拿個中間加 看回33到34 好嗎 很清楚這個策略 我們再回答一條 好嗎 Danny就問到一些地產股 他就問現在深水買地產股 16號還是17號買哪一隻好 16、17號 為什麼不再放一隻12號呢 不如再放一隻12號吧 好了 16、17 兩隻選一隻 我選17 為什麼呢 首先來講 農地最多是恆地 12號 第二就是新地 土地主備最多就是恆地 第二就是新地 但是新世界17號有個賣點 它的股值低 還有最近來講 它都有些新的商場 酒店落成了 而現在這個價錢 十個年多 不貴的 不貴的 因為這麼多隻 藍籌地產股當中 新地 相對每股資安值的折養率 是最高的 所以三隻當中 要收拾便宜的 就買新世界 但是如果 你說真的有個憧憬的 反而我覺得買恆地 今年就送一項股 即是早前 也有一個三號一個股息 其實不知道明年會不會送 我不知道 假設如果明年再送的話 以現在這個價錢來計算 其實一點都不貴的 新地都可以買 但是問題是一股新地 一萬股新地 一百一十二萬 一百一十二萬的新地 我可以買到三萬股恆地 我就破壞了 我買三萬股恆地 可能我賺的錢 多過我買一萬股新地 不過說收租 各方面來說 其實新地真的不差 真的很好 但是如果我選一隻 我想我都會選 恆地 好 恆地 好 給多個選擇 這位Daniel 恆地就是心水 就是郭Sir的心水 好 因為時間關係 對 問不到也只有三萬股 下星期五 好 早點留言 讓郭Sir回答大家問題 下星期放假 連續三天放假 有沒有去哪裡玩 我知道郭Sir你很忙 應該出不去 我出不去 我要做事 星期天我又要教書 哦 郭Sir 真的很勤奮 好勤奮 好 辛苦了 祝你有個愉快的週末 下星期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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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